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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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了 速霸路 這什麼 Cross Track 這在哪裡 漁人碼頭 對不對 對啦 漁人碼頭 舉辦的XV大改款 XV改名字了 以後XV叫做Cross Track 所以這就是新型的XV 這個車頭 它的那個水箱護照 Mark有連接到大燈 不過顏色 不太好看 不太好看 對 它怎麼會調色有一點點 灰藍色 灰藍色 沒有那個連接性的對不對 嗯 哇 難得 阿呆什麼 讀設計的 阿呆每次都說 我讀設計 跟它很小的這樣 跟我這個凡夫鼠指 看的不是一樣 啊 這大燈的角度 有點像YARUS 怎麼會這樣 然後這個 這連鏡也不行 這連鏡我不喜歡 太平面了你知道嗎 2D感太重 我覺得 阿呆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知道 太平面了 就很像很多的那個 電車不是都喜歡用那種 很平面的 潔能蓋 太平面太2D 看起來就 不是很好看 不過你看它 前後的輪弧的形狀 已經不是局限圓形了 開始設計一些變形狀 不知道它 這個形狀設計的基準是什麼 阿呆你看得出 它設計的基準 是跟著這條折線嗎 但是下來也沒有必要這樣 玩玩翹翹阿 對啊 它這裡我覺得是有對準這條線 沒有錯 它從前保桿這裡有對準這個 前面葉子板的腰線對不對 這邊都有對嘛 可是到垂直面的時候 就沒有對任何東西 你看這個垂直面 外進有辦法 好不好 我不是特設計的 我看了哪有哪有 來 進階版 智能駕駛安全服務系統 這裡可以體驗 半自動駕駛技術 跟先進安全性 跟絕對便利性進階版 ACC主動 巡航按鈕 它有什麼特別的嗎 PCB預防煞車 這也有啊 進階版的 4.0的 就是升級版的 沒有什麼特別經驗的 就是看它升級有沒有比較好這樣而已 這什麼 對稱式的四輪驅動系統 它本來就是它很強的啊 它現場可以體驗 可以讓你四郎 有安排一些關卡 可以讓你開看看 第一個關卡 跟車系統跟車道至終的體驗 跟了跟了跟了 有沒有 母雞帶小雞 新款的跟車系統 能夠跟隨前車行駛的軌跡 讓車輛跟隨前車的動態行駛 它做什麼你也做什麼 類似這種概念 現場就這樣慢慢跟這樣 它舌型會舌型這樣 應該是 它去撞橋 你跟它屁股後面撞上去 沒有啦 人家會煞車 直的平板了 這螢幕就很大了 然後看起來方向盤長的 跟之前的都差不多 好 這就是體驗跟車 慢慢的 這個上面會體驗 去現場不是都車評嗎 還要體驗跟車 它迴轉也會跟嗎 沒有啊 沒有跟啊 我還以為它迴轉也會跟著迴轉 它回家你就跟它停在下車庫這樣 接下來 偵測障礙物的殺停功能 現場可以試這個還滿好玩的 他們做了一個板子 是一個人跟一個狗狗 有有有 可是殺蠻大力的 剛速度其實沒有很快 沒有很快 對啊 殺蠻大的力能 錯誤示範 阿拉錯誤示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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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樣 我先講喔 我們不是在說它的那個有問題 有可能是它 忘記把它打開了 好不好 只是看到的時候會覺得 會有點反應 像我最近在看棒球 棒球好看雖然是打來打去分數嘛 對不對 可是其實你常常會在想說 這個游擊手接到球 要快喘一點 你就是想看它床歪掉 哈哈哈哈 你懂那個感覺嗎 你會期待說 會不會漏接 你知道嗎 要不然每個都很帥 像機器人一樣接起來丟 風沙 沒什麼好看的 你就是要看它 球沒拿好滾出來 還是撲出去 結果人撲到了 球過了 有沒有人都會遇想 想要遇到那個突起的時候 就是因為這樣才好看 好不好 我們剛剛要上景宇喔 錯誤示範 四輪傳動系統體驗 我要爬上去喔 這個我跟你講 上脫掉車最方便 哈哈哈哈哈哈 他前面坐那個斜坡 很像脫掉車的斜坡好不好 那個人是站在那邊 要體驗緊急煞車嗎 他剛剛沒有看到那塊板子嗎 哈哈哈哈 沒有他在教怎麼用 他在教他們怎麼操作 好可以了 一個輪子就可以脫困了 其他讓你打滑吧 他有差速器 輕鬆脫困 這是四輪傳動的好處 像是網路有個影片 一台TIDA 你有沒有看 他就兩個輪子 掉到水溝裡 在好像親近農場還哪裡 然後就想辦法用板子啊 有沒有 想要辦法脫困啊 脫不出來 後來有個好心人 開一台TIDA 4 啊我車上有那個脫車繩 我幫你脫 他就找 從後面找他脫車溝 可以綁那個繩子的地方 找不到啊 後來他就想說 不然我幫你綁在避震器上面 然後把你拖出來 然後偷偷偷整根避震器 拔出來 脫子的地方 所以只有掛在避震器上 避震器掉下來 你沒有看到那影片 沒有啊 車還在下面嗎 車還在下面啊 避震器整根被拔出來啊 欸這個情形真的很卡耶 人家好心來幫你 要把你拖出來 結果把你整個避震器都 剉下來啊怎麼辦 連輪子一起 輪子還在 整個避震器拔出來 我在看到的時候說 這個要算誰的 人家也是好心怎麼辦 真的啊 網路的影片你自己去找 很好笑啊 好接下來就是什麼 脫困嘛 只有一個輪子 其他輪子拔滑 才太大力了 模擬斜坡的時候 右前輪跟左後輪是去抓地力 進階版 斜坡有兩個輪子沒有抓地力 它有一個燈在閃的有沒有看到 有 它偵測到了 哇欸還是過人欸 它設計這個也是 蠻用心的欸 朵波緩降 它都慢慢幫你滑下去 就這樣而已 這一代沒有中間那個 螢幕啊 對啊 四輪傳動四周 應該是放在大平板裡 第三關是什麼 單輪懸空 各個輪子的驅動狀況 所以它有什麼叫X 四個輪子 有沒有 四個輪子你可以交叉 失去動力 它都可以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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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幫紋就沒有規則了 一塊一塊 這樣就很像乳牛 有沒有 11.6吋的 觸控多媒體系統 車輛動態功能也在這邊 大家有你剛剛的疑問 本來中間的小視窗變成都在這裡 螢幕下方有Type-C跟USB 在這邊還有一個AUX 駕駛座10巷 副駕駛座8巷的電動座椅 這個應該腰靠 電動腰靠 四輪傳動的關係 中間乘客地板鼓起的面積比較大 應該要放傳動軸 後方也有Type-A Type-C各一組 行李容量354 比競爭對手小一點 它競爭就有一個 CX30,CHR,COMIC 它最小 它比CHR還小 CHR已經很小了 對啊 CX3.4那空間也沒多大 它竟然是最小 這個顏色不錯 那個藍還不錯 建議售價來了 SUBARU CROSS TRACK 2.0 ISI 建議售價111.8萬元 差不多啦 那應該也是漲價了 我記得最後那個 當初舊款的XV 應該是開一百零幾 108的樣子 然後最後再促銷是R108的 印象中 XV其實不大台 它就是CUV SUV及CLASS OVER 在台灣選擇性相當多 站穩腳步 我看之後神經病 廢話 OK 好不好 這次的這個 SUBARU的CROSS TRACK 新車發表跟大家分享 喜歡我們 一系列新車發表影片 要記得 多多按讚分享 幫我們做留言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